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8号 那狗哥呢继续说这个NBA的这个事 昨天呢狗哥就说了 中国狂热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啊 把矛头对准NBA 真的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相当于是在捅这个马蜂窝 那今天呢 这个事情呢 它是继续的升级 NBA的总裁肖华 今天是发了一份正式的这个声明 是更详细的说明了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那概括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言论自由是NBA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呢 NBA不应该干涉这个莫雷的言论 他的意思呢 也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依然是支持火箭队的这个总经理 莫雷发表言论的自由 那对于肖华的这个态度啊 狗哥呢也是很赞赏 到目前为止呢 他还是守住了NBA的一个底线 当然了 这也是这个美国社会对他施压这个压力的结果 毕竟呢 就像他说的这个NBA啊 是一个以美国为基础的这个篮球联赛 中国市场呢 对他很重要 但是呢 跟美国社会啊 完全没法比 美国社会呢 毕竟是他的基础 那他的这个声明一发出来 这个中国的央视啊 CCTV就率先出手 马上就宣布暂停这个NBA中国赛的转播啊 还要排查涉及到NBA的一切的这个合作跟交流 那说到央视呢 狗哥在这儿呢 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啊 就几年前呢 据说要弘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要纯洁中文 那有这个中央领导呢 认为现在这个中文里啊 英语的词汇太多啊 比如什么NBA啊 CBA啊 NASA啊 WTO之类的 他就认为太多 这个中文 对中文呢 是一种污染啊 所以呢 就要求清理 然后呢 首先从这个媒体做起 中国的媒体 包括央视 就有了一条规定 说是在新闻里啊 不准再说这个NBA 要改成什么呢 要改成这个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简称美之联 也就是说呢 原来新闻里的那种说法 大家都很熟悉 什么NBA球星姚明 但是呢 当时呢 就不准再那么说了 都要改成这个美之联球星姚明 美直联火箭队 那有一段时间 这个规定呢 是执行的很严格 但是呢 后来 可能就这个不了了之了 像今天央视 发的这个声明 用的呢 就还是NBA 这个英语 没有这个什么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这个中文的名字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很多政策 其实就是这个下折腾 那央视出手以后 这个腾讯体育 这个呢 是转播 NBA赛事的网络媒体 腾讯体育呢 它也是宣布 是暂停 NBA中国赛的这个网络的转播 那不知道 他们这种 停止转播的行为啊 是不是 也是违反了 跟NBA签的这个合同 是不是还要赔偿 这个NBA的损失 这个呢 狗哥不是很清楚 如果有在这方面 比较了解的朋友呢 狗哥希望呢大家能够这个留言 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另外呢 这个中国外交部啊 也进行了回应 说NBA不尊重中国民意 是行不通的 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小明星 什么郑云龙 范城城 李一峰啊 等等 狗哥呢 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那这些小明星呢 也纷纷表态啊 不会再出席 这个NBA的活动 因为呢 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 等等等等 在这呢 狗哥必须要强调一下 NBA这个事的导火线 就是火箭队的总经理 莫雷发了一个推 转发了香港 反送中运动的一个贴图 那上面的文字内容 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意思呢 就是支持香港 为自由而战 那这个呢 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 一个口号 狗哥呢 必须要强调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从今年6月份到现在 香港人争取的 就是自由和民主 从来没有要求过独立 没有要求过 要从中国独立出去 香港人呢 原来有五大诉求 那现在呢 可能变成了六个 新加了一个 就是要废除 这个禁蒙面法 那六大诉求 完全没有 香港独立的要求 但是 到了中国 就被这个解读成港独 就破坏这个 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不是扯淡 大家呢 现在呢 看一段视频 大家好 我是北京穷毛 火箭队总经理 莫雷 辱华 停港独事件 已经进入第三天 我们的领事馆 向火箭队 发出了严正声明 我们的企业 纷纷终止于火箭队的合作 但是我看到 他们的回复是什么 火箭队还在讨论 是否开除莫雷 莫雷在网上 发了不疼不痒的声明 而非道歉 意思就是 我不道歉 我挺港独 这个视频呢 还有这个 很精彩的后半段 狗刚刚放在 今天影片的最后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看完 今天的这个影片 所以呢 中国的这些个五毛啊 战狼小粉红啊 中国的这些小明星们啊 发微博 发声明 都说因为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所以呢 就要跟NBA划清界限 大家说 这是不是脑残 你们连香港人 争取的是什么 都不知道 就跳出来反对 是不是很脑残 那火箭队的总经理 莫雷 他转发那个推 支持香港 为自由而战 然后呢 莫名其妙 就被打上了这个 支持港独的这个标签 那狗哥真的是 觉得呢 他也挺冤 作为正常人呢 真的是挺冤 另外呢 这个 这次中国的五毛战狼小粉红啊 其实不光是这个五毛战狼小粉红 还有中国的媒体 包括这个人民日报 都认为NBA在这个事情上是双标 说NBA的这个言论自由是双标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论据 就是NBA快船队的这个前老板斯特林 这个斯特林呢 曾经说过一些种族歧视的话 然后呢 就被NBA彻底的驱逐 但是呢 这次啊 在莫雷的这个事情上呢 NBA的总裁萧华 却是支持莫雷 所以呢 这些中国人呢 就认为 NBA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双标 在这呢 狗哥必须要说啊 这个要讨论言论自由 中国的这个五毛战狼小粉红 大部分的中国人 真的还处在这个山顶洞人的时代 还处在这个原始人的阶段 你们完全不理解什么是现代文明 什么是言论自由 狗哥知道呢 现在很多中国人是嘲笑美国啊 嘲笑欧洲这个政治正确 觉得这个很可笑啊 很幼稚 那其实这种嘲笑本身啊 其实呢 就是很悲哀的一个事啊 就是坐井观天 坐在这个很黑暗 很潮湿的这个井里 然后呢 觉得井口外边的这个蓝天啊 白云啊 阳光啊 很可笑 还是 还是这个井里舒服 现在的中国人啊 很多的中国人 就是这种状态 另外呢 即便是退一万步讲 莫雷转发的那个推 支持香港 为自由而战 那狗哥要问一下 有什么错 自由民主 即便是在中国 是不是也是所谓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一部分 那中国的五毛战争小粉红们 在中国国内 不敢喊自由 喊民主 共产党提倡的这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都不敢喊 然后呢 现在有外国人啊 来支持香港人来争取自由 争取民主 你们呢 你们呢 又来打压 这是不是太虚伪啊 其实呢 是不是也很下贱 在这呢 狗哥想再重放一下 中国这个前总理朱镕基啊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 发表了一段讲话 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六百万人民 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 寄托于我们香港的大学生 寄托于昨天到机场去欢迎我的那一些可爱的中小学学生 希望在他们身上 我希望 全体香港人民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准备 以前辈们所发扬的那种精神 进行第二次创业 香港的前途 是光临 我们总是以 有香港而自豪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 如果香港搞不好 不但你们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 搞坏了 那我们岂不成呢 民族罪人 香港回归以后 在手里搞坏了 就成了民族罪人 这个呢 是朱镕基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到底谁是民族罪人 那我想呢 这恐怕也是前几天这个中国国庆 朱镕基没有出现在天安门的一个原因 所以啊NBA的这个事啊 完全就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 狂热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发展的一个恶果 狗哥呢 在以前的视频里说过 1949年建国以后 中国共产党呢 就一直非常重视 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啊 其实就是煽动 民族主义情绪 来确认自己执政的这个合法性 这种煽动呢 最近一年通过这个中美贸易战 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狗哥必须要说啊 是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 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导致的一个后果啊 就是中国的形象 在全世界有一个恶化的这个趋势 那美国的这个皮优研究中心 这是美国的一个公信力 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民调机构 那皮优中心 最近发布的一个调查结果 就显示呢 在过去的一年 这个全世界的民众 对中国的印象 都有一个变差的这个趋势 很明显 其中呢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人 对中国的印象 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负面 欧洲国家 中国的邻国 都是这种趋势 对中国的印象 都是在变差 那也有几个 对中国印象变好的一些国家 在哪呢 是在南美 是在非洲 但是呢 中国人自己也经常讲 远亲 不如近邻 世界上这个所有的文明国家 中国的邻国 都对你的印象变差 是不是自己必须要反省一下 当然这中国人啊 从来也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反省 要是真有 真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反省的意识 什么大饥荒博物馆 文革博物馆 早早都建立起来了 都变离开花了 所以呢 现在啊 中国是狂热 民族主义当道 所以呢 根本就不会反省 反而是要干嘛呢 要怒对全世界 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都不好 那一定是全世界的错 中国的这个战狼小粉红 就要天天出征 要让全世界都寸草不生 要让全世界都下跪 要让全世界都赚不到中国的钱 这个呢 就是中国社会 最近这一两年的 这个主流的情绪 所以呢 这一次啊 中国要封杀NBA 那狗哥呢 真的是全力支持 希望中国呢 一定要封杀到底 这次一定要让这个NBA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一定要让NBA 把自己的脚砸烂 谁也别拦着 姚冰也别拦着 谁也别拦着 一定要全力抵制 全力封杀 不管以后这个NBA 再怎么求饶 你希望中国的 一定要这个全力封杀 千万别软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战狼小粉红们 中国的这个爱国者们 一定要向中国政府 要向CCTV 要向腾讯体育 施加压力 一定要全力封杀 永久封杀 如果以后软了 你们要是敢放NBA一马 还继续播NBA的比赛 继续看这个NBA的比赛 那狗哥呢 真的是看不起你们 就像是日本的情况 骂了那么多年的日本 天天骂日本 结果呢 这次国庆假期 去日本的中国人 还是最多 这种情况呢 就让狗哥很看不起 所以呢 狗哥就认为啊 中国人所谓的爱国 真的都是虚的 都是这个打嘴炮 另外这个中国的爱国者 特别是五毛战狼小粉红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欺软怕硬 其实呢 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特点 欺软怕硬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点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社会 其实就是一个丛林社会 没有法治 只有弱肉强食 所以呢 很自然 他就欺软怕硬 那对于中国政府 其实呢 他也是这样 你惯着他 他就会得寸进尺 但是呢 你一旦要硬气起来 他反而呢 会收敛一些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啊 统治的重点呢 始终是在这个中国国内 最重要的工作呢 是压制 镇压十几亿的中国人 就是所谓的维稳 所以呢 他不会把很多的资源 都用在外边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动画片 这个南方公园 很热播的一部动画片 最近呢 是有一集 是集中披露了 中国的这个黑暗面 结果呢 是被中国全面封杀 但是呢 这个南方公园啊 人家没有下跪求饶 反而呢 是在昨天发推 表示要向中国道歉 其实呢 是嘲讽中国政府 那中国政府 也拿人家没辙吧 NBA的这个事情 总裁消化到目前为止啊 应该说呢 也是 也算是比较强硬 守住了这个 NBA的底线 然后呢 中国就只能惩罚 NBA的这个 2000万 据说2000万 这个中国球迷 还是这个打自己的孩子 让邻居这个肉疼 而且呢 狗哥估计啊 用不了太长时间 这个呢 中国 中国呢 就得解禁 NBA 这个到底对不对 大家呢 可以走着看 大家可以想一下呢 还有谁 对这个北京 比较强硬 不惯着北京 不惯着那些 五毛啊 战狼 小粉红 这个呢 当然有香港人 香港这次 反送中运动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强硬 另外呢 还有美国总统川普 和这个中国政府呢 打贸易战 当然了 川普这个人呢 态度总是很多变 让大家呢 很多时候看不太透 但是呢 他毕竟是最近这三十年 对中国政府呢 最强硬的这个 美国总统 不惯着北京 另外呢 还有这个台湾的 蔡英文政府 最近呢 台湾是接连 严肃处理了这个 两起 大陆游客 还有这个留学生 在台湾 破坏 连东墙的事 他们都要被这个 驱逐出境 而且呢 以后很长时间 都不能再去台湾 那这个强硬的措施 一出台 狗哥估计 那些在台湾搞事情的 这个中国留学生啊 或者是游客啊 肯定就怂了 这个呢 就是欺软怕硬 当然了 也不排除 还会有搞事情的 但是呢 这些人呢 都是那个 只看微信朋友圈 不知道这个 台湾的情况 不知道台湾的 这个新措施呢 就是傻 所以呢 中国的爱国者啊 这个战狼啊 什么小粉红啊 大部分的人啊 真的就是很傻 很天真 然后呢 又欺软怕硬 就是这个样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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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们还准备死扛是吗 现在 让我告诉你 火箭队告诉莫雷 中国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武的中国了 中国人民 已经站起来了 你们还要这样 那你要你们承受一下 十四亿中国人的怒火 让我们所有人来打一趟人民战争 让火箭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 昨天有粉丝问我 莫雷发生了 那跟火箭有什么关系 让我现在来告诉你 莫雷是火箭的人 他说的意思就是火箭的意思 你可以说火箭 但你首先是中国红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莫雷火箭 你们惹怒了中国人 最后结果就是 都得死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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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